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一支釘子 這是一支釘子 在地板 有一支釘在地板上的釘子 如果要直接拔起來 需要150克重的力量 也就是說 你要把它拔起來的話 你所受的阻力 阻力向下 你要把它拔起來的話要往上 所以阻力的話 我們叫F 這個是等於150克重 克重的 公斤 150公斤 的重量 好 那現在有一個小孩子的力氣 只有15公斤重 那他要利用這個拔釘器把它拔起來 那小孩的話 他力量越大越好 所以他往這邊拉 那他的那個力量的話 最大的話 只有15公斤重 那麼他問這個利弊 要多長 我們知道以這個當支點 那這個利局 這樣鑽的利局 這樣鑽的利局 跟這樣鑽的利局 主力的利局 要底銷 才能夠把它給拔起來 所以這個是15公斤 利弊的話就是這個問號 這利弊 乘以15公斤重 會等於這個利弊 這個是主力的利弊 這個是5公分 5公分 會等於那個 5公分 利弊乘以利 乘以150 那這個 這個就約掉 這是10 所以這問號等於多少呢 等於50 單位是公分 因為這個單位是公分 所以需要50公分 他才能夠把他給拔起來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D 給予以利弊